右脚没有出 76岁詹沈女士 起初左侧肢体无力 连助行器都无法支撑 还必须靠旁人协助才能站立 头晕啊 走路觉得手不稳 都不敢骑车 然后就去检查 脑末瘤压迫神经 手术之后仍需长期复健 但是儿女都在外地工作 出院回家 她根本无法生活自理 大林辞院的清安居 协助她初步赴能 一步一步越踏越稳健 她终于能安心出院 紧接着中医和复健医师 组成居家医疗道府治疗 我们每周都会过去 就是帮她治疗两次 然后并且呢 就是提供她一些 就是中药的条理 全人医疗设想周到 连病友生活起居都一并考量 那我们到他们家中 并不只是就是帮他们看着而已 我们还会去评估他们家里的环境 还有他们如何就是生活自理 经过居家医疗团队协助 现在詹沈女士已经恢复健康 可以走路也能爬楼梯 大爱新闻张菊芬 余建新 嘉义报道